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以下節目含粗言為語 只適合成年人收看 18歲以下人士請在家長陪同下收看 敬請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黃昏六點到八點 不扮高深 扮球均真 啤梨漫步 節目主持人 啤梨 林匡正 快點 兄弟 最後的聲音已經被解禁了 我的天啊 你又說了嗎 請告訴我 你是傻瓜 那是同樣的故事 你真實嗎 兄弟 如果我是最最好的玩家 我會回家 看 忘了這個 我們會快要走 綁起來 我們會快走 看你的朋友 我會走 你會走 我們會走 走 The days we had, the songs we sang together, oh yeah And oh my love, I'm holding on forever Reaching for the love that seems so far So I say a little prayer, that all my dreams will take me there Where the skies are blue, to see you once again, my love Overseas from coast to coast, to find the place I love the most Where the fears are green, to see you once again, my love I try to read, I go to work, I'm laughing with my friends But I can't stop to keep myself from thinking, oh no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I wonder where they are The days we had, the songs we sang together, oh yeah And oh my love, I'm holding on forever Reaching for the love that seems so far So I say a little prayer, I hope my dreams will take me there Where the skies are blue, to see you once again, my love Overseas from coast to coast, to find the place I love the most Where the fears are green, to see you once again, to hold you in my arms To promise you to my life 如何突然播出這首歌呢 解釋之前說多一點突發新聞 劉小禮被DQ 他也很可憐,因為姚重賢不能入閘,周庭也不能入閘 但他也沒有說港獨 他也說他不支持港獨 他也不屬於自決派 例如小禮民主退教室,由禮革時一直在說話 做很多街頭的演講 現在進入了工黨 工黨就是張超雄那些,不要反對港獨 不支持港獨,還是反對派錢 他應該是很穩陣的 譬如籌了很多款他有一些上訴的基金 最後長毛堅持他上訴 劉小禮放是上訴也想參加這個補選 結果,想製造快點又補選就可以選到一個位置 結果,香港政府就告訴你 底線,為什麼從來不需要做什麼 你挖苦政府可以 從來不需要,像楊岳橋那樣說 叫政府定下那條紅線 或者做香港共產黨來試探政府的紅線底線 因為政府的線是會經常轉 亦是沒有底線 他喜歡的時候就讓你入閘 不喜歡就不讓你入閘 你不是當年,譬如科學館衝擊的事件 黃仁達放棄退上訴就坐牢 再三個星期就出來入閘 如果你換回今時今日的氣候 他當日就算你放棄退上訴 你都未必入閘 現在劉小禮就面對這樣的情況 剛剛都說了,一石二鳥 順便讓你逢劍機再進一步做醜癮 你神租報名 你以為我們在提名期之後才會DQ劉小禮 如果真是令李卓人報不撤名 現在就告訴你 我們就令李卓人報得撤名 然後你逢劍機 因為對著李卓人會認真選 對著劉小禮才不會 好了,你逢劍機說 因為怕劉小禮提名期之後才被DQ的藉口 政府就說現在就玩你 讓你跟黃絲永遠沒有得做朋友 雖然你曾經做飯客會的召集人 代表泛民去發言 這招即是一石二鳥 又搞夠劉小禮 又搞夠馮檢基 這招都算是高招的了 好,然後為何突然要說WEST LIVE 因為最近,他在2012年的時候就解散了 他曾經在英國的單曲的榜 僅次於貓王和披頭四 當然我90年代就不太喜歡他們 90年代,譬如全世界都很流行的男子組 譬如SMAP,日本譬如TOKYO 我以來除了WEST LIVE還有BOY SONG 我第一次認識BOY SONG的時候,就是在音樂堂的時候 FORM V,老師播放 這麼好? 有幾條瓦型而已 唱歌是OK的 最少要夾一下樂隊 用結他才是叫MAN的 彈結他最好Rock的 就像X-Jet Band,聖基摩 雙米娜卡CN,我也覺得一般的 最少好像I Intimedian,是很Rock 不用Heavy Metal,也要很Rock的 那才是叫MAN的 LUNA SEA也是很勉強,對我來說 好了,這些我更加聽不上眼 美國的Bag 賣英俊而已 說白的那些 最少你都是吩咐海草,跳下舞 這些不是 合唱團嗎 是啊,是合唱團,英俊合唱團 我小時候都不會參加合唱團 我最不喜歡 大家都在做什麼 跟玩朗誦一樣 當然現在的看法不同 West Life 也是神經的經典 你小時候喜歡這些男子組合 我小時候,我不是很聽這個伊敏歌 但是在我不是很聽的情況之下,這一首歌我也有聽過 因為這些組合都唱情歌,不懂唱一唱劍歌嗎 他比較劍的歌是快歌,例如Uptown Girl 譬如Disco也經常都唱 但是這些,C-O-X style也是類似這些 但是我覺得後來,即是伊敏歌會接受 為什麼呢 你對比現在南韓近些中國大陸出了什麼 滾含啊 那些什麼TRF那些 那些拿刑啊,八八正正 瘦那些 這些一對比出來的型格 是man很多,像男人 現在那些像是少姑娘一樣 我當年都不喜歡 但是現在看回大叔的樣子,是滄滄了 對比以前都是man的 對比現在那些什麼 青年白正 雙手慢慢都頭又不知怎樣 即是我們歐,我們老 但是我覺得那些糟糕 明明女人就扮男人 是唱歌,還扮偶像派 是啊,好像以前的West Life 我沒怎麼聽,我也聽過 Best Street Boy我比較多,聽多一點 那很好,老實 那時候都是朋友影響的 那你說那時候 女生是喜歡的,男人不喜歡 我當時也有很多 叫做青年白正的組合歌手 日本也有很多 但到今天看回 那時候你會覺得很討厭 但現在你會覺得 哎呀,又不是太差 好像以前 日本的組合 The Pump 其實Kinney Kiss也是 我當時覺得 哇,你不喜歡 但今天看回 那個味道又覺得 其實又不是太討厭 你說Mr. Children就OK 又要彈吉他有技術 他們當然好 例如當年Sussurator 已經開始令到West Life大紅 例如Home Mandy Unbillable Season's 也是他出名的歌 2004年的時候 巴仁就來了一隊 所以這次他們說會復合 巴仁也是沒有份的 但West Life也是經典 不過說經典 我最近有些文化的東西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先出圖 好 最近我看了鄧樹榮工作室 做的叫做馬克伯出圖 這裏是West Life四個人 即是預告他們六年後會重組 對了,奶粉味太重了 好,看到我的手勢可以揹 這裏是經典Sussurator 這裏是馬克伯 Megbeth就是鄧樹榮工作室 他這個有些特別的 我上星期六就看了 他去到歐洲演出 香港是再演出過的 馬克伯是沙士比亞四大悲劇之一 沙士比亞四大悲劇 我逐個個介紹 馬克伯是說什麼呢 就是蘇格蘭的將軍叫馬克伯 就幫鄧肯王平左聯 打低了那些挪威人 打低了之後 有三個女巫就跟她說 你將會成為皇帝 她本身是很忠心 因為皇帝也是她的表哥 突然間她跟她老婆聽到這樣的預言之後 這原來逐漸成真友 她成為了考特的爵士 於是說我遲些是不是真的做皇帝 於是當皇帝去她的城堡住去睡覺的時候 她就暗殺了皇帝 她內心受到很大的掙扎 因為初初害怕 覺得會有報應 因為沙士比亞的事情 其實很注重是會有報應 而且說 我本身已經皇帝很重 我不做皇帝 我都是一人之下萬人退之上 但為什麼我還想爬到那個位置呢 要殺死我這麽好的親戚 一個這麽體寵我的人 盡了一個這麽嚴明的君主呢 然後殺了皇帝之後 就很多內心受到很多掙扎 覺得會有報應 有自己的懺悔 他後來瘋了就變成暴君 於是就被人推翻了 這就是馬克伯 但你看到他穿的衣服是否很現代 是很現代 因爲他們混合了現代 亦都混合了一些再看的圖 東方的色彩 有些明朝的色彩 在鄧樹洋工作室 因爲他有改編 後來男女主角 馬克伯和馬伯夫人 去到中間就大家互換角色 如果大家記得 我上年就介紹過另一部舞台劇 日本叫短川馬伯 這兩個都是我亦很推介要看的舞台劇 如果他再演出 大家都要看 雖然背景比較平穩 但你看他們的牌舞 姿勢動作 服裝其實是有很大的研究 譬如馬伯穿黑色 配上一個大日的可口可樂 馬伯夫人穿紅色 配上高卡 喝一個紅色的可口可樂 即是一些現代加古代東西合逼 是挺好的 對改編的 這是現在的女主角 很高的Domain 即是馬伯 做馬伯夫人當時都做得非常好 這個故事其實就是 當時在知武士六世 即是蘇格蘭的皇帝 就統治了英格蘭 因爲他就送這個新教 對於天主教教徒就不重用 很多天主教教徒就策劃 要炸國會大樓炸死皇帝 要炸死知武士六世 或者叫他知武士一隊一世 結果有些天主教徒 受著良心的責備就告解 這件事就隨著告解 消息就傳了他出來 於是他們謀殺就失敗 這就是馬伯夫人後來的內心掙扎 那個懺悔就類似天主教徒做的壞事 受到自己良心的指責 當然如果你變成中國人就不會 殺就殺了 有什麼所謂 為了做皇帝 殺你一個 殺你十個就行了 是吧 完全沒有傷 而且他殺了另外好朋友班哥 因為班哥也知道了他們的陰謀 班哥的後裔 就全部做了皇帝 有八個 其實就是想當時 因為這個先武士六世 就正當作英格蘭的皇帝 就說其實這些先武士六世 他們司徒加特王朝的國王 是班哥的後裔 也有一點差事比 當時表面上就是 為新國王慶祝 實際上裡面有這麼深層的意義 這是明朝的鄧肯王 看到他的服裝 這個沙士比亞四大悲劇 除了馬一百之外 就有一個李二王 說李二王有一個很清明的皇帝 第一天他有三個女兒 將各套分分給他三個女兒 但是他心思思 這三個女兒是否真的對我很孝順 於是問三個女兒一些問題 誰知最小的女兒是很直率的 即是直長直肚 他就不滿意小女的答案 於是將他的國套 就不給小女兒 表面上很出名 實際上很愚笨 反而就信了表面很虛偽的偽君子 即是那些女兒 結果他當然就失去了他的一切 後來他想拿回二女的國套 當然也是失敗了 所以沙士比亞四大悲劇 是其中一個 接著哈姆雷特 即是王子福仇記 就說他父親 被他叔父害死了 他叔父除了謀朝散為之外 就騙了他媽媽 就拿了他媽媽 於是他當然要報仇 假裝傻 誰知最大是華人優柔寡斷 雖然他最後報仇成功了 但因為他自己也犧牲了他的生命 因為他很著重的是程序公義 但如果他不是那麼程序公義 那麼優柔寡斷 說多些效率 其實可能他不用死 就早就報仇成功了 這個也是說報仇 就是你做壞事 那些人都會報復你 即是你都會受到審判 沙士比亞很喜歡說報仇 但這個除了說報仇之外 就說由寡斷和猶疑不決的壞處 以及程序公義和效率之間的取捨如何 還有一個是改編自小說摩爾上衛 即是那些摩爾人之伊斯蘭教人 所以你看到都是穿著伊斯蘭教服裝 一個威尼斯的將軍就是奧塞羅 那麼他就打仗他很聰明 就娶了工作的女兒 後來就結婚了 誰知道因為他長大過這個女兒 他很多 亦都是因為他是外族人 就覺得他這位公爵退之類 可能都會嫌棄他 雖然大家很熱身相愛 就經常懷疑他就紅杏出場給他帶陸母 跟他父親一起就搞事 結果就試探他的老婆 後來就殺了他老婆 後來才知道原來他老婆是沒有給陸母 其實是有人用連環計分離他 跟他父長跟他老婆 是你自己自卑的 因為你自己身世 因為你膚色他而自卑 以及你太差異 奧塞羅也是一些悲劇 都是一些沙士比亞四大悲劇 初初我都以為羅馬歐與朱利業也是 但羅馬歐與朱利業為何不是沙士比亞四大悲劇 第一他結構上不夠他感受 也是沙士比亞早期的作品 第二他沒有一個悲劇的英雄 不像歐塞羅 哈姆萊特 李爾王 以及馬八都一樣 你說羅馬歐與朱利業是愛情的悲劇 就不算了 算謀是英雄 另外有人問沙士比亞四大的喜劇 通常就是威尼斯商人 《盡夏夜之夢》 《佳大款力圖》第十二夜 有些人說無事身非也是 有機會我先介紹沙士比亞的四大喜劇 好 好 下一節 你想想想你跟我說這個東西是漂亮的 嘩 乾真真記得鞋口 刮你的事 你不太覺得有什麼魚味 這塊像不像歐蘭斯那些歐蘭斯的歐蘭斯 剛才你放下的陸珠跑 放下了就沒什麼滑 這些菜 這是糯米雞 除了沒有雞之外 還有骨 很重的油分 嘩 嘩 因為它融化了一塊糞 有鹹 味清又重 鹹肉肉 很乾很鹹 多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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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不是說了